歡迎收看有小老師陪你教數學 我們在上一集又示範了一次全等性質的推論 因為這個很重要 它重要的不只是因為全等本身很重要 它是很多證明的基礎 還包括就是我們開始讓學生習慣 遇到一個你不知如何下手的問題 你要透過去捕捉他的線索 你要透過去猜測他可能要你做什麼 這樣去推論下去 帶著未知想下去 這是這個部分很重要的練習 而不要最後只是記得某些提型的特別的算法而已 好 那麼呢 來看這裡 上次的作業留下這個問題 上面這裡一個正三角形ABC 下面這裡一個正三角形CDE 然後把兩條線連起來 那要證明這兩個 角CAE和角CB珠 這兩個角是相等的 好 那我不知道怎麼做 我不知道怎麼做 我要先怎麼樣 我要先把所有我有線索的全部都標出來 所以呢 如果你也不知道怎麼做的話 像我這樣子把上面這個正三角形三邊相等 所以我三邊都圖綠的 下面這個正三角形也是三邊相等 我三邊都圖橘色 三邊都圖橘色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還知道什麼 很容易會被忽略掉 就是說如果你是正三角形的話 那你的角是60 這個也是60 這也是60 我就都不要了 這個大的也是60 但是畫過去就醜了 OK 這樣子 然後他要你證明的是粉紅色 注意喔 這兩個粉紅色不是已經知道相等 是你要去正相等 好吧 那麼 我要怎麼去取得角相等呢 那就像我前面一集說的 如果你們學很多 我們到這個國三上學完 學完國三上 我們就把國中的幾何都學完了 我會帶各位來複習 我們學過所有的幾何性質裡面 可以推導出兩個角一樣的 我們會學到很多 那如果你都學得很踏實 你在思考的時候說 這個嗎 試用這個嗎 試用比如說後面會學到什麼 內密性質之類的 相似形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 圓周角 圓心角 那你想一想都不是 你不會真的一個一個想 因為很多特殊的性質 是在特殊的情況下用的 那你都發現好像沒什麼 沒什麼特別的 那他也不是直角深角形 那所以搞不好就全等了 全等的話 如果我可以證明兩個深角形全等 那他們的對應角就會相等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上一集說的 逆向思考 我想我要去取得兩個粉紅角相等 也許我就是要用全等吧 那你學的越多越踏實 你就會知道說 大概就是我已經想完所有可能 所以只剩全等我還沒事 那就來試試看全等吧 那另外一方面就說 我們現在學的比較少 那 除了全等你也不知道要試什麼 呵呵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全等吧 這樣子 那然後 如果我要證全等 我要證哪兩個深角形全等 我們剛才已經透過正向的 把我們所有線索都列出來了 那全等這種東西 就是你會需要邊相等或腳相等 我有沒有一些邊相等 你有啊 綠的邊都相等 橘的邊都相等 我有沒有一些腳相等 有啊 紫色的弧度都是60啊 這兩個角 它是要正的喔 不能用喔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證全等 這兩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 必定有 粉紅色跟粉紅色 應該啦 不能說必定啦 如果沒有就很難了啦 那如果沒有的話 這題就很難了 那 它可能會有 應該會有 這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 應該會有粉紅色 這兩個粉紅色的腳 這兩個三角形要證全等 它可能會有一條綠的邊 就是說我這裡 假如說我最後找到兩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跟 比如說這個三角形 在這個圖形裡面找到 那這兩個三角形呢 比如說它可能會有 因為我們的粉紅角是尖的嘛 它應該會有一個粉紅角 然後我要能夠順利證出全等 利用現有的條件 那我再猜它們應該都會有一條綠的邊 比如說這樣子 那也許如果它又有一條橘的邊 那很好啊 但是如果它的橘的邊 這個 這個不是條件 橘的邊比較短 我這個圖是隨便畫的 然後只是舉個大概 對不對 它會有一邊綠邊一邊橘邊嘛 對不對 那我還能夠用什麼來證 60度 也許它還有60度 那不知道長哪裡 所以呢 來看看 我們請你試著在這個圖形中找出兩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都具有一樣的特色 什麼特色呢 有一個粉紅角 有一個綠邊 有一個橘邊 來找找看 有一個粉紅角 有一個綠邊 有一個橘邊 哪一個三角形具有這種特色 那我要提醒 當我講綠邊的時候 它是擁有一整條 這個 我提醒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為很多學生真的就會說 我問他說哪一個三角形有綠色的邊 他跟我說這個三角形 珠 1 B 有沒有 有沒有 這裡有一段綠邊 我指的綠邊不是說他有沾到綠色啦 就是他有這個 因為我要他等長嘛 他有這個正三角形的某一邊 當他的一邊 所以哪一個三角形 其實蠻容易看到的就上面這一個 三角形ACE 有沒有 三角形ACE 綠邊 CE是橘邊嘛 粉紅角 但是要注意哦 粉紅角不是條件哦 所以你不能說 哦 這樣子是SSA 全等 不是哦 除了因為SSA也不是全等性質啦 那粉紅角也不是條件 所以你不能夠這樣就結束了 我們還缺一個條件 我們現在只有綠邊跟橘邊而已 那還有60度 那剛好這個三角形也有60度啦 我們順便飆上去 60度這件事情還蠻容易被忘記的 包括我自己有的時候也會忘記 那麼接下來這個比較難 但是一樣在這個圖形上面 找到一個三角形 有綠邊一條 橘邊一條 和粉紅角一條 其實他有60度 那當我把這個三角形特別挑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容易找到 他就是躺在底下的這個 三角形 CBCD 三角形 三角形 BCD 有 綠邊一條 橘邊一條 還有一個粉紅角 那他有60度 歐葉 證明他們全等 好簡單的對不對 好 那我再講一次 就是說當我看到一個題目 我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 我把我所有有的條件都 上色或者是標出來 那我秉持著一個道理 就是說今天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要證明 我要證明 CAE 等於角 珠 B1 那我沒有學過其他方法可以做了 我學過的我都記得 好 那 所以我想大概就是正全等 如果我要正全等 我要正 拿兩個三角形全等 他最後一定會能夠讓我解開這個嗎 一定要讓我讓我能夠證明出這個嗎 所以我相信這兩個粉紅角 一定在這兩個三角形裡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相信我現在有的線索 是可以幫助我正全等的 所以他是會在這個三角形上面的 所以綠邊 相等 橘邊 相等 60度相等 去尋找 能夠讓我用上這些條件的 三角形 這樣 所以呢 我們來寫 在 三角形A C E 與三角形B C 珠中 AC等於BC C E 等於C珠 角 BC珠等於角 A C E 等於60度 所以 三角形A C E 會全等於 A是粉紅角 角對到的是粉紅角B C是60度對到的是60度C D 這樣我全等就正好了 對不對 全等正好了之後 所以粉紅角相等 角C A E 會等於角 C B珠 C B珠就是C B E 啦 可以嗎 那透過剛才的示範 如果你可以了解的話 這一題也是非常常見的問題 在直角三角形A B C 中間這裡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在它的兩邊 利用它的這一邊產生一個正方形 利用它的這一邊產生一個正方形 我都叫這個題目是蝴蝶的 蝴蝶形的問題 那麼 請你證明 C F 會等於B E 有點神奇吧 這兩條真的相等 那麼 試著來正正看 利用我剛才說的 怎麼樣 我們現在有什麼條件 他想要 他想要最後我們用全等 我們沒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可以正兩個線段相等 那如果要透過兩個三角形全等 來證明B E等於C F的話 那是不是 怎麼樣 B E跟C F 跟這兩個三角形有點關聯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嘛 那個 我沒有標的點 如果你想標你都可以標 你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我想要正的是這個小小的 跟這個小小的全等 那我就算正出來之後 我要用這個來推論出 B E 會等於C F 也是有點難吧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 我到底要正來兩個三角形 想一想 這一題也是很經典的問題 那不只是因為他 什麼長出愛考 而是說他也 關聯到我們剛才所教的這一些推論 可以嗎 那麼在各位這個思考的時候 我們因為全等性質很麻煩 要教得很多 所以我們很久沒有先聊 先聊一下 這個不久前 發生是一個社會事件 就是有那個租屋糾紛 然後有很多人被房東告 那當然這個房東本身 個案 個案 這個 個案的這個房東本身 他可能有一點點太 不是不是那麼站得住腳 但是我們這一集呢 就來討論這個 有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 你去這個租房子 有那種高額違約金 多高額呢 就是你來跟我租房子 房 房租一個月 比如說 6000塊 或1萬塊 看你住的房子多大 一個月1萬塊 那你想說我住一年也才12萬嘛 但是你跟我簽約 簽約兩年 如果你兩年沒租完 這個違約金兩百萬 那我違約金兩百萬 我就寫在這個契約裡面 然後你想說 那你要租 我說好 那就租吧 我們兩個簽了約 簽了約之後你住了一年 一年之後你想說 那我住膩了 我想換別的地方 或者說 這個 加油 老母生病 要回去照料 不管 之物之類的 女朋友 叫我給他 之類的 或者是跟女朋友一起租 結果分手 總而言之 你要住到別的地方 不想再看到這個傷心地 你就要付 違約金 兩百萬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很 很 荒謬 就是說 我就算讓你租了兩年 我也才付你24萬而已嘛 那你違約金這樣要收我兩百萬 而且要注意喔 就是你一旦違約 就是違約金兩百萬 那 那這個時候你會覺得說很荒謬 但是你去打官司的話呢 其實有 那個 簽了約 這個 違約的那方是敗訴的 我們在法律上有一個 這個叫做成文契約 就說寫下來的契約 成文契約是有非常大的效力的 他跟口頭 他跟口頭約定比起來 成文契約的效力非常大 那法官不會想 他應該說他不需要去思考 就是說 你說什麼合理不合理這種問題 然後我們不是說法官不講理 而是說你在簽成文契約的人的時候 你本身 你就應該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想想看 有的人辦演唱會 比如說有熊老師 我今天要唱歌 我在YouTube錄完之後 免費就播給你看了 那你有沒有看過 比如說蔡依林或張惠妹 她 沒事唱歌唱完 就在YouTube上面放給你看 嗯 也是有來 用力道 但是 我講的是說 比如說現場演唱會 他就辦一個現場演唱會 然後把他演唱會內容全部都 上網讓你看 你們就會發現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現場演唱會 一場辦下要好幾百萬 甚至不只 可能上千萬 成本 可能就好幾千萬這樣子 因為他要舞團 舞群 燈光 音響 音響 服裝 場地 什麼攝影 後製 那他全部弄好之後 這麼多 這麼多高的成本 他為什麼要免費給你看 不會嗎 那 有熊老師的 唱歌 好 這個 不收門票錢 蔡依林唱歌 門票錢 一千二 甚至到六千塊 搞不好都有人要搶著嘛 我不知道他的門票錢 最貴是多少 那 這樣有沒有不公平 沒有不公平啊 因為他是蔡依林嘛 對不對 蔡依林唱歌 只能想聽啊 同樣的道理 我今天有一間房間 我今天有一間房子 我要租你 有人租金一千塊 有人租金兩千 有人租金六千 有人租金一萬 有沒有不公平 沒有不公平啊 就越好的房子租金越貴嘛 那個地段越好的租金越貴 那有人租金一萬 然後不用違約金 可以租掉 我今天這一間呢 我租金一萬塊 我開了違約金兩百萬 如果說我違約金兩百萬 就沒有人要來跟我租了 那我是不是房子就租不掉了 結果我違約金兩百萬開下去 還有人要來租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就代表說 其實 他很搶手 你寧願 接受違約金兩百萬這個風險 你就想說我不會違約 我就不會付啊 對不對 那 就代表說 你是願意 答應這個條 這個條約的 所以你簽下了這個成文契約 那也並不是說我利用你就是想要租房子 因為其實在這個商業交易上面 風險 是很 很重要的考量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銀行借錢 他會思考你 會不會還 你不還款的風險 如果很高 那你借我一千塊 你想說那我要收利息要收三成 這個利息不是說 我故意欺負你沒有錢要跟我借 裡面有一部分其實是因為我要去考量說 要是你不還我怎麼辦 我還要再跟你追討 那些都是成本 搞不好追不回來 所以 我 我會把這個風險轉嫁到金額上面 所以一樣一個東西 我要跟你交易 如果你的 你這個人很容易講話沒有信用 你跟我租了房子 你跟你前一個房東租了房子 住一個半月就不住了 那今天我身為房東 我打聽到你有這種情形 你要來跟我租房子 一萬塊的房子 我就跟你說要不然一萬五 你就說 不要啦 明明就一萬塊啊 那要不然我跟你保證 我一定會住兩年 我說好啊 保證那就要合約金 對不對 所以 風險可以轉換到 實質上的價格 我因為覺得跟你們 談交易很有風險 所以我故意把價格提高 去抵銷這個風險 我也可以怎麼樣 轉換到違約金 就是說 我價格沒有漲 可是我把違約金提高 這樣凡是你們沒住完的都算違約 所以違約金有它的意義在 有它的本身的價值在 那對法官來說 你在簽約的時候 你明明看到了有這麼高的違約金 你還是簽了嘛 也就是說你跟這個 房東達成一個默契就是 我就是不會搬 搬了我就賠兩百萬 那結果你搬了 那你當然就是要賠兩百萬 那這個就是高額違約金 那我必須說很 的確會有一些這個不肖分子 利用高額違約金利用一般人沒有留意 然後他去這個額詐 去欺負人 那 看情況啦 而且因為最後才決是法官新政 那有的時候法官其實最多就是說 要不然你把兩年做完 這樣子 就是當你沒有違約過 看情況看法官 這樣子 那 也要看就是當事人的舉證 那我們不是建議大家故意用高額違約金去 陷害別人 因為在一個 法律知識衝突的環境底下 大家在簽約的時候都應該要看內文 所以你看到內文 你看到還有那麼高額的違約金 仔細想一想 要是我住到一半發生什麼事情不住怎麼辦 風險太大 不住 對不對 那不住這個房東他高額違約金這麼高 很多人都不住不住的結果就是 他自己就會發現他房子住不住去啊 他就會把這個條約撤掉 所以呢 就跟大家講說這個高額違約金是怎麼來的 好 回來這個問題 直角三角形 來吧 我們不知道要怎麼做 問題都從不知道要怎麼做開始 但是我知道什麼 正方形 正方形 好我們把正方形四邊上綠色 正方形四邊上紅色 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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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紫色的 然後呢 最後一個步驟 留著跟大家一起做 怎麼樣 他要我們證明 直角形 B1等於CF 給他橘色 OK 你如果要用全等 你的這個三角形應該會有 紅色一邊 綠色一邊 橘色一邊 也許還有直角 好 那 來吧 找一下 圖形 上琴 找出一個三角形 是一邊紅一邊綠 應該還會有一邊橘 可能會有直角 可能不會 就這四個條件 也許有三個 也許 不一定有三個 有沒有看到 應該有吧 那所以有一個三角形叫做 有一個三角形叫做 ACF 我的顏色用完了 對不對 他就有一邊綠 一邊紅 一邊橘 還有另外一個三角形叫做 ABE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子 那所以在 大型 這個 ACF ABE 中 怎麼樣呢 色彩 色彩繽紛的證明 AF 等於AB AC 等於AE 小心喔 CF等於B 不能用 它不是一支的 它是要正的 怎麼辦 糟糕 我們剛才抓三個條件 三個條件 紅色一邊 綠色一邊 橘色一邊 可是橘色一邊 根本不是條件 它是我們要正的 那是因為要正的也應該要在三角形上面 要不然正它幹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我們挑了它來思考要用哪一個三角形 可是結果怎麼樣 它不是條件 那怎麼辦 然後再講一個條件 那這裡運用到一點 留意到 上面這裡呢 角 C 角 CAF 這個角 它是 90度加上角ABC 我把它放大在這邊 這個角 它是90度加上角ABC 對不對 那然後呢 這邊 BAE這個角 這個角 它也是90度加上角ABC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角一樣 三角形 CAF等於90度加角ABC BAC 等於角 BAE 好 那所以 這樣我們三個條件湊齊了 這是什麼拳的 一邊一邊和夾在中間的角 有沒有 這個角是夾在紅邊跟綠邊中間 綠邊 紅邊跟夾在中間的角 好 所以三角形 ACF 全等於 A是 這個盾角 它對應的就是A 那C這個角呢 哎 它到底 來看這裡 ACF 對應ABE的 A對A沒有問題嗎 因為A是盾角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A是盾角 對到的這邊這個也是盾角 對不對 那 但是問題是C對著哪一個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 這個C對到這邊 這是B 這是E C到底是對到B還是對到E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之前 我一直在講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 你在寫全等符號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捕捉到對應角 你就用角去對 如果你沒有辦法抓到對應角怎麼辦 用對應邊去對 有沒有一下 我們在寫條件的時候有沒有看到 AF等於AB 也就是說怎麼樣 但我們現在知道A對A了嘛 所以F是對B的 那 所以這裡 AC等於AE 所以這裡 ACF AC的位置就要寫 對到的就是AE 所以這裡其實是寫E 然後AF 然後AF對AB AF對AB 就是E跟3這樣 就是如果你抓不到對應角 就用邊的方式去找 來找它相對的位置 那你會發現它其實是對的 這樣對起來是對的 這是一點 那另外一點呢 就是在這邊 你看我寫的這一句 我說這個 CAF是90加 BAC等於 B AE 那我自己在寫證明的時候 我都有習慣寫成 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條 你也可以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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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寫 OK 那於是我證明出 推論出這兩個全得 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那一個 B1 CF 你會發現B1的位置也跟CF一樣 OK 得證 那麼 這是這次的作業 這邊 這裡有兩個三角的椎 它是立體的 它是立體的 就是 一個拔高起來 這個是底 下面這裡 B C D是它的底 然後A是尖起來的地方 那 總而言之呢 這個 這裡有幾個三角形 一個是ACD 一個是BC ABC 然後一個是底下BCD 這樣 跟這邊 試判斷 ABC和ACD有沒有全等 這邊ABC和ACD有沒有全等 然後這邊的EFG和EGH有沒有全等 然後試著推論 如果正三角形邊長是A 它的面積會是多少 這跟全等無關 但是就是開始練習這件事情 好 然後 這裡有一個正方形 ABCD 還有另外一個跟它一模一樣的正方形 是EFGH 那如果今天我把E的點定在ABCD的正中間 它就是ABCD的正中間 然後這個EFGH歪掉了 這樣子 那我想要請問 你蓋住的這個部分的面積會是多少 就是這個EICJ的這塊面積會是多少 那 這兩個正方形的邊長都是3 那我們今天課上到這裡